- 重新錄一段 - 重新錄一段 - 重新錄一段 - 我是立夏 - 我是Cindy - 我看到川段上面有一個人留言tag我們 - 然後就問說 - 天氣熱成這樣,重新錄得發發,你真的快樂嗎? - 要我坦白說嗎? - 要你坦白說啊 - 今天有點太熱 - 而且台北的熱是很濕的熱 - 我覺得很不舒服 - 我覺得好痛苦喔 - 對,所以 - 因為今天錄音 - 現在錄音的時間是禮拜三 - 然後我想到345有可能要上街 - 那如果是這個天氣 - 然後又要上街的話 - 我們只能說辛苦了 - 真的很不快樂吧 - 對啊 - 當台灣人一直都是這麼辛苦 - 那你知道我有一個台北人的倔強 - 但台北好像一直都是這個天氣 - 對,但我有一個台北人的倔強 - 就是死鴨子嘴硬 - 因為每次我朋友來台北就說 - 喔台北真的好濕喔 - 然後我都會故作鎮定說 - 我覺得今天還好 - 但我其實身上都在冒汗 - 跟全身都黏汗 - 為何要這樣 - 而且會覺得黏黏的 - 因為我之前在澳洲的時候 - Working out的時候 - 有可能要去什麼採東西啊 - 或是在一些很熱的地方 - 我從來都不會覺得有熱到 - 像台北這麼不舒服 - 不舒服 - 因為他們那邊很乾 - 台北很濕 - 而且因為我是不 - 我是不擦防曬的那種人 - 蛤 - 我是真的都不擦防曬 - 可是會很早老化喔 - 紫外線裡面會有讓人老化的那個 - 我就是盡量不曬太陽 - 可是有時候早上從家裡面 - 要走路到捷運站 - 其實你難免還是會曬太陽 - 我就是用陽傘 - 喔你會帶陽傘 - 對 可是我就是不會擦 - 因為擦東西在身上 - 很黏的對 - 很不舒服啊 - 可是現在有很多 - 現在有很多會 - 標榜不黏的 - 對對對 - 比較乾爽的那個 - 我覺得都騙人 - 都滿很黏的 - 因為你汗流出來還是會 - 你的皮膚摸起來的質感 - 會有點不一樣 - 可是我很喜歡去泳池 - 因為我去泳池 - 因為我們還是要怕 - 喜歡曬太陽還是要怕被曬傷 - 所以你要擦那個 - 有防曬系數的 - 為什麼有UVA跟UVB - 不太一樣 - 然後你要保護自己 - 不要被曬傷 - 但我要曬黑 - 然後我就在泳池 - 曬到全程都是那個 - 各種汗跟那個助曬 - 然後會覺得 - 哇好開心 - 那你這樣子下去泳池 - 會有一層油 - 從你的身上浮出來嗎 - 所以道德一點要去 - 下水前要沖乾淨 - 下水前 - 那你知道擦的有什麼屁油嗎 - 沒有就是曬完下水 - 如果你曬了一個小時 - 要下去游泳 - 你要把身上汗洗掉 - 那你如果去海邊 - 你要使用那個海洋友善的 - 有有的 - 我去海邊都盡量不要擦東西 - 要對珊瑚好一點這樣 - 所以我去海邊都會曬成紅色的 - 因為我不會在保護珊瑚 - 我很害怕曬傷欸 - 因為我覺得曬傷很痛 - 真的很痛對不對 - 我都盡量不要這麼做 - 可是曬傷是個夏天的驕傲欸 - 誰跟你驕傲 - 誰有在跟你比著 - 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嗎 - 好 好 - 就是我之前有一份工作 - 然後我就在假日的時候去那個墾丁丸 - 然後後來我就 - 等一下你的工作是去墾丁丸 - 因為我是假日期間我就去墾丁丸 - 然後後來我就曬得很紅 - 對 - 就曬出一個度假乾 - 然後緊接著週一要開會 - 我都覺得主管對我很不爽 - 就是 - 你都在玩是不是 - 就是我一臉就是出去玩 - 然後曬傷的樣子 - 可是你不是會很驕傲嗎 - 沒有就是有些時候在職場 - 不需要這麼驕傲 - 對 - 你不能表現出你假日有玩得那麼開心 - 對 - 鋒芒太露了 - 我們這集上架是週五嘛 - 那想必今天就是應該也有一些人 - 會在那個青島東集合 - 我們可能也在 - 我也對 - 我應該會去啦 - 對 - 我看到上一次青鳥行動的時候 - 有網紅 - 有KOL就是捐了很多什麼防曬爐還是乾洗髮到現場 - 因為就是想說大家還是可以美美相向的 - 覺得好棒喔 - 大家也記得我們要再講一次 - 必備物品 - 必備物品 - 必備物品 - 不用吧就回去聽那一集就好啦 - 哪一集 - 自己也都忘記 - 自己也都忘記 - 那我們這一 - 但這一週到底複議是 - 最主要可以起到什麼作用啊 - 就是行政院可以針對立法院的 - 三讀通過的東西再進一次複議 - 但複議其實也是要立法院的人在表 - 有點像是在 - 就是退回表決啦 - 就是你到行政院嘛 - 你在表決一次啦 - 因為這程序不爭議 - 所以行政院提出複議案 - 然後把這個案子退到立法院 - 再重新做審查的這個過程這樣 - 然後今天就是 - 錄音上架 - 錄音上架的這個今天呢 - 應該國民黨也會上級 - 因為他們也在 - 他們有借入圈嗎 - 他們有借到 - 因為上一次 - 他們據說也是有借到入圈 - 但這次他們是真的有動員 - 對 他們有動員 - 他們有 - 欸 - 我有看到幾個公文啦 - 就是在網路上有流傳幾個公文 - 就是請一些退休的軍官啊什麼的 - 有看到 - 上場 - 反正這就是 - 禮拜五 - 就是今天的勢必是一個 - 青鳥對決藍鷹 - 青鳥對決藍鷹 - 他們是藍鷹 - 為什麼不是藍鳥 - 因為藍鳥太難聽了 - 因為鳥的話 - 通常會想到比較小隻的 - 音比較大 - 我在猜 - 是這樣嗎 - 聚音 - 沒有在開車 - 等一下 - 我剛才沒有在開車 - 我是看到發發臉不太對勁 - 我想說我沒有在開車 - 總之因為我們這集是 - 預錄的 - 因為我們禮拜五 - 我們禮拜五也希望可以上街 - 所以會來不及錄音 - 我會去 - 但總之就是 - 因為我們無法預測 - 當天會發生什麼事 - 但無論如何就是 - 注意安全 - 希望大家平安啊 - 要不要衝 - 不要去做 - 我有看到有人製作標語說 - 誰衝誰國昌 - 好嚴重喔 - 誰衝誰國衝 - 注意然後 - 不管怎樣就是 - 我記得還有下一個 - 那個對策是實現的 - 對阿 - 總之大家 -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放棄 - 那我想要問你們說 - 事情演變到這樣 - 你們目前對民主還有信心嗎 - 可是這不是 - 前陣子不是很多人在串串上 - 傳那個嘛 - 民進黨的預言廣告嗎 - 就民進黨選前 - 拍了很多廣告 - 然後其實 - 當時大家都說 - 啊你們在那個 - 販賣芒果 - 要言禍眾 - 要嚇 - 要嚇 - 恐嚇大家 - 什麼什麼的 - 對 - 那事實回頭看發現 - 其實當時說的都沒錯阿 - 就是你 - 國民黨佔多數就會有這些事情 - 嗯 - 這就是民主還是必然會發生的一些混亂的 - 我只能說我很尊重 - 我很喜歡 - 啊你很喜歡嗎 - 我其實內心其實覺得要是 - 你平常在群組罵的那些 - 哈哈哈 - 你現在跟我說你很尊重 - 不是應該應該是 - 你不要這麼愛做面子喔 - 不是應該是 - 不是 我的意思應該是說 - 就是大家要一起承擔選舉的結果 - 雖然我們都很痛苦 - 覺得阿我們不是這樣投還是要承擔嗎 - 但這就是民主的 - 民主的恰值在這邊 - 嗯 - 因為最近看到有一些 - 有人在流傳啦 - 嗯 - 就一開始是有人出來說 - 呃 - 呃 - 據說中國有會邀請 - 一批台灣的 - 嗯 - KOL - 對或是Youtuber啊等等 - 嗯 - 就是要去中國旅遊拍片 - 誰啊 - 蛤 - 沒有沒有就是 - 我們不點名 - 我們不點名 - 因為他其實本來的那個市警 - 嗯 - 就也沒有說出是誰 - 然後就只有說 - 大概可能會發生錯事 - 一開始市警的其實就是 - 波特王跟巴炯啦 - 喔 - 就是KOL - 他們有在網路上有說 - 有可能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- 嗯 - 那就大家注意 - 然後呃 - 發 - 發了這個聲明之後 - 就是熱心的網友們 - 就是因為 -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很焦慮 -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- 就是 - 把近期去中國的Youtuber - 全部都表裂XXXX - 尤其是中國XXX的事件之後 - 大家會 - 警惕 - 比較 - 會害怕啦 - 嗯 - 那就變成是一個 - 感覺上有點獵巫的 - 狀況在網路上發生 - 但我個人不覺得 - 去中國旅遊的網紅 - 就一定是收收什麼好處 - 嗯 - 但我 - 畢竟我很愛在臉書 - 劃一些 - 什麼老闆一串多少錢的影片 - 蛤真的嗎 - 就是你一定會滑到啊 - 你就會想看 - 你就沒豆腐嗎 - 因為不是 - 真是沒豆腐 - 不是你中間的影片好笑 - 是在留言 - 因為留言都會說 - 你買個東西廢話也太多了吧 - 哈哈 - 或者是會老闆說 - 老闆你的豆腐怎麼做 - 大家成分是什麼啊 - 是 - 可是我覺得有個重點是 - 現階段去中國是不安全的事情 - 應該要被大家知道 - 喔對 - 我覺得任何的網紅 - 或是任何在網路上有聲量的人 - 只要跟你講說 - 欸這地方其實挺安全的 - 什麼的 - 就是大家還是要有點警惕 - 就是 - 我剛才幫你捏了一把 - 就是你說成都的四川食物好吃 - 我相信 - 但如果你說四川食物好吃 - 中國很安全 - 我入境很快很方便 - 我覺得這裡好溫暖 - 或是我覺得兩岸一家親 - 或者是我覺得這裡根本就有 - 擁有言論自由 - 那他這個人就是有問題的嘛 - 對 - 那我覺得網紅不該做這個事情 - 你如果先走到這一步 - 你就真的是活該被罵嗎 - 可是他要是真的打從內心 - 心理 - 對就真的這樣認為嗎 - 世界上有這麼笨的人嗎 - 欸還真的有 - 如果說他真的 - 我也只能尊重啊 - 不然怎麼樣 - 台灣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- 我覺得就是大外宣要有炫到一個 - 就是有時候真的會覺得 - 有些話你怎麼敢說得出來 - 但我們確實要小心啦 - 因為台灣擁有的民主跟自由 - 確實是開了一個小小的門 - 讓很多人利用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- 來做一些反民主跟反自由的事情啦 - 做壞事 - 然後我又會有點擔心這件事情 - 在跟民粹之間的距離 - 他會挑起一些對立 - 對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謹慎一點 - 謹慎一點 - 然後前陣子有一個台灣的攝影師 - 他去中國參加一個攝影展 - 參加書展啦 - 書展嘛 - 就是他拿著他的攝影集 - 去參加書展之類的 - 然後因為他是LGBT的攝影師 - 所以中國就是先做行政的拘留 - 為什麼 - 販賣淫秽圖像 - 對對對對 - 運輸淫秽物品 - 可能作品有一些是限制性18家的 - 可能是男男的啊 - 或者是不服 - 是因為是男男還是因為裸露 - 這個還不清楚 - 可能都有 - 但這個東西在正常國家應該是 - 唯有分級制度 - 天啊 - 他是可以被保護的東西 - 所以就是 - 他現在還在被關在那邊嗎 - 沒有沒有他回來了 - 就是有被拘留 - 就是 - 然後他有說他在拘留的時候 - 其實就是有被問的各種問題 - 然後 - 例如什麼 - 很私人的問題 - 包括你要 - 他說有被沒收手機 - 然後要求要留下手機的密碼 - 然後被靠上手銬 - 然後被全身脫光檢查 - 蛤 - 對 然後有 - 然後同時被抽寫 - 還要收集你的唾液等等 - 蛤 - 對 - 還要求念了一段詐騙電話的文字 -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很嚴重 - 我們身在台灣 - 這麼誇張 - 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- 即使喔 - 因為這整件事情 - 我會想到的是 - 我們30年前金金書庫 - 對 - 金金書庫那時候也是 - 以同志情愛 - 或者是情色為主的一間書店 - 在台北公館 - 對 在台北公館 - 那 那時候其實也有受到很多的檢舉啊 - 但都沒那麼嚴重啊 - 對 但是從來沒有人會把金金書庫的 - 老闆 - 老闆 - 把他拘留 - 肯定有把你抓走 - 問一些事情 - 但不會做那麼多奇怪的事情 - 或是沒收物品 - 但是真的是不會直接把你帶去警察局 - 然後抽血 - 然後把你全身脫光 - 抽血欸 - 而且還有叫你念一段詐騙電話的文字 - 就聽起來有點像是 - 到時候你沒事我都可以讓你有事的感覺 - 對 - 就是我可以做一個罪名 - 羅織罪名 - 有點像之前那些被抓的人 - 好像會有一段那個自首的那種感覺 - 哦 你說像柯震東那個時候 - 對 - 柯震東是真的犯罪 - 那 - 其實李明哲那時候也有 - 是是是 - 那比較幸好是這個攝影師 - 其實他在南京待了兩三天之後 - 他其實現在應該已經回到台北了 - 還要回來 - 所以目前暫時平安 - 但是 - 就是我像李 - 就是我最近也有得知一件事情 - 就是有一個台灣算是蠻知名的coser -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還沒有新聞 - 欸這個我不知道欸 - 所以我就先略而不談 - 但總之他 - 我們現在是要獨家曝光嗎 - 不是不是 - 大哥說略而不談 - 因為新聞沒有報數 - 可是如果有在追這個coser的人 - 應該都會知道 - 應該都會知道 - 因為他的搭檔是香港人 - 那所以他們一起去 - 反正就參加一個活動 - 然後也有被 - 就是也直接被拘留 - 蛤 - 但是為什麼 - 我現在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 - 但總之就是有這樣子一個小小的過程 - 但總之就是有這樣子一個小小的過程 - 那現在是已經被放出來 - 現在已經是可以自由活動 - 但人還沒有回到台灣 - 那我只是要講的是 - 我們每一個人 - 都有可能會面對這樣子的事情 - 你不要說人家是因為做了什麼事 - 才會被拘留 - 對 甚至我們可能現在入海關 - 中國海關要求你打開你的手機 - 去查看你的各個APP的訊息 - 他們都是有這個權利 - 而且其實很容易可以在 - 太誇張了 - 因為我們是正常國家的人嘛 - 所以我們的網路使用其實是蠻正常 - 蠻自由的啦 - 大家手機打開有一些色情圖片 - 我的網站應該都是國家允許你 - 就是國家這不是辦法的事嘛 - 然後我要講的是大家 - 我們在正常國家大致享受 - 享有很多隱私權啦 - 那中國看起來是沒有的 - 然後你可能有一些 - 他們不允許的事情 - 他們想要幫你隨便 - 羅知你的罪名 - 都有辦法 - 都是可以的 - 其實現在是有些人會說 - 像中國的監視器 - 他們的那個密度其實是很高的 - 所以你的臉啊 - 你的行蹤啊 - 都超容易被找出來 - 他們現在就很像黑鏡的某一集啊 - 對對對對 - 因為你只要刷臉 - 它就會有一些數字 - 然後方案紀錄什麼 - 都會在你臉的那個框框旁邊 - 馬上就跑出來 - 但黑鏡表現好像是可以加分的 - 中國只有在幫你扣分 - 他們好像也會加分 - 會加分嗎 - 好像會 - 那可以得到什麼 - 就是他們還是有一個 - 好這我不確定 - 那算了 - 那這部分不要講 - 但是就是被監控很嚴重 - 他們還是有一些點數的加級跟項目什麼我不清楚 - 總之 - 總之我覺得相信中國的人 - 不是 - 我本來想說很天真 - 但我覺得不是 - 我覺得就是笨耶 - 我覺得就是笨或壞 - 對 尤其是那些自認為自己很會獨立思考的網紅 - 每天在教訓別人不看書不念書的那些網紅啊 - 然後去中國突然變了一個很特別的樣子 - 然後當年是怎麼跟著罵香港政府怎麼罵中共的 - 然後如今變成一個 - 不是這個對象好特定喔 - 對啊 我就針對他 - 我真的覺得很不爽 - 因為當時我記得很明確是他有跟何韻詩一起拍個影片 - 對 - 何韻詩是一個因為 - 他還去訪問他 - 何韻詩是一個因為 - 香港這些是在台灣被潑漆的人 - 對 然後你一個得到這麼多好處 - 甚至你賺了那麼多錢的網紅竟然走成這個地步 - 我覺得蠻不能夠 - 原諒他的啦 - 但是總之事情已經發生 - 那他賺的盆滿泊滿 - 就是 - 祝福他啦 祝福他 - 祝福他 -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- 想Fastory -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之如 -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- 芬潤更易之以 -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ami - 我只覺得在這麼荒謬的情況下 - 還有人相信中國是很... - 就是我不能排除 - 一定會有人去參加這些大外宣 - 會去中國 - 會去講兩岸要統一 - 要怎樣怎樣的事情 - 我們不能反對 - 我們不能讓這些人不存在 - 欸我覺得中國真是好惡霸喔 - 就是他如果把他擬人化的話 - 這個人是會完全沒有朋友的那種人欸 - 因為中國官方釋出東西 - 才會讓我覺得他們活在哪個次元 - 嗯 - 就是北韓的確有在控制網路 - 跟他們接收外界的資訊課 - 所以北韓會過得比較復古一點 - 我覺得你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是 - 我在看傅崑崎的感覺欸 - 嗯 - 花年聯絡部那種 - 就是他應該也是一個在國民黨內 - 算是有權有勢 - 而且講話是有份量的男人 - 會讓徐曉青哭倒在他身上 - 對 - 然後所以他的朋友交遊應該廣闊 - 可是當他回到國會的時候 - 他對於那些爛權啊 - 或者是說我就是要怎樣啊 - 的那種態度 - 我還是也是會覺得蠻驚訝的 - 很惡霸 - 我好怕這種朋友喔 - 欸我沒有這種朋友 - 我在想是這樣的朋友 - 會霸凌人的朋友嗎 - 他雖然不霸凌你 - 但他霸凌別人的朋友 - 就是他就是老大哥 - 你如果不跟我好 - 我就是 - 我就可以弄你的那種感覺 - 那真的不會當朋友耶 - 沒有辦法 - 那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- 我最近有一個小小的困擾 - 什麼困擾 - 就是我有一個從小到大 - 真的是從小到大 - 國中又認識的一個算是好朋友 - 但是就是他的這個過程面 - 他的性格就是比較天真浪漫一點 - 然後就會比較有一點點小小的自私 - 可是因為他的呈現方式都很像孩子般的天真無限 -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包容他 - 比方他可能半夜兩三點打電話給我哭訴 - 我這邊隔天可能七八點要開會 - 我也是會就是撐著精神 - 他是女生對不對 - 女生女生 - 我覺得好像不用跟你到交情這麼深 - 你都會這麼做耶 - 因為你是蠻人蠻好的 - 有聖母病 - 你很容易照顧女生 - 對 可是我到某一天 - 因為我真的跟他認識太久了 - 應該有超過二十年的這種情誼 - 然後我最近突然間對他很不耐煩 - 是因為他有一隻貓咪走私 - 可是這個貓咪並不是他患養的 - 他這故事說來話唱 - 他在基隆養了一隻路上的貓咪 - 然後呢那隻基隆路上的貓咪呢 - 就某一天就消失不見了 - 所以他住在台北嘛 - 所以他就覺得說 - 那隻貓咪好久都沒有出來 - 不是等一下 - 他住台北 - 他毫圖養一隻在基隆的路貓 - 我跟你講 - 這就是荒唐的點 - 他領養了一隻貓咪 - 可是他台北的房子 - 另外一隻貓咪 - 沒有辦法接受這隻他領養來的貓咪 - 所以他就是放到基隆去養 - 但是那隻貓咪很野 - 就是領養那隻貓咪很野 - 所以就是逃脫 - 家裡就變成野貓 - 這算是一種棄養吧 -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- 就是他不是故意要棄養 - 他就是帶到基隆的家 - 去養這一隻貓咪 - 但那隻貓住在外面 - 對 這隻貓 - 他後來逃走 - 就住在外面 - 然後他就是後來 - 好不容易一番折騰 - 又抓到那隻貓了 - 然後他就把他帶回台北 - 這隻貓又逃脫了 - 所以這隻貓現在也不知下落 - 這隻貓受不了他 - 後來他就是跟我說要找動物溝通師 - 去問一下這隻貓的下落 - 可是因為我現在真的太忙了 - 我就沒有辦法幫助他 - 然後我就叫他自己去找別人 - 這樣子 - 反正就是溝通師跟他講說死掉了 - 然後他就是那種 - 我活要見貓 - 死要見獅 - 的那種執著 - 然後就一直來跟我錄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好累 - 妳能幫上什麼忙 - 我幫不上任何忙 - 他可以去找虎爺吧 - 他該做的都做了 - 可是就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-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天啊 - 我突然間驚醒 - 我跟這個人交往 - 我一直是在被消耗 - 喔 - 而且會無止盡的消耗 - 對是無止盡的消耗 - 我突然間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 - 我就會 - 瞬間對這個人感到 - 有一點點不耐煩 - 可是這個不耐煩的情緒 - 又會讓我覺得 - 我是一個很糟糕的朋友 - 喔你會有點自責 - 因為過去我都是他想要幹嘛 - 我就陪他幹嘛 - 或是支持他 - 可是你找不到的終點 - 可是這是一個有毒的關係 - 也對你來說的話 - 怎麼辦 - 沒有啊我就先擱置啊 - 就算了 - 就像我們擱置中國一樣啊 - 但講到貓不見 - 因為上次Lisa有分享 - 就是帶貓看醫生 - 貓會害怕的事情 - 然後就 - 我看到有聽眾分享 - 說可以先去找虎爺 - 還有誰誰誰 - 拜拜講一下 - 說請他們 - 幫忙那個讓貓 - 因為我上次講貓咪去看醫生 - 是上上週嘛 - 然後所以上個週末他又 - 我就帶他又回整 - 但這一次就是 - 順利很多 - 因為有些拿那個什麼 - 乖乖咬 - 然後有先給他吃 - 而且還去買了新鮮的貓草 - 把他整個鋪滿在他的外出籠裡面 - 可是那不會比較興奮嗎 - 貓草那種東西 -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是比較冷靜一點 - 但他還是有點不開心 - 只是說整個過程有比較順利 - 有接受啊 - 所以我就是推薦大家以後要先去 - 準備貓草 - 真的耶 - 跟他之前說貓不見可以找 - 不是有人說貓不見 - 用剪刀 - 用剪刀 - 用剪刀 - 然後我在村上看到 - 剪刀法 - 我在村上看到有人說 - 家裡有時候會鬼遮掩 - 找不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- 可以唸那個蒜頭蒜頭蒜頭 - 是蒜頭嗎 - 我不知道耶 - 我也不知道耶 - 這是什麼小秘方 - 我們兩個小巫女不知道這件事 - 我也要知道 - 我也要知道 - 我好怕講錯 - 是蒜頭蒜頭蒜頭 - 蒜頭蒜頭蒜頭 - 為什麼 - 那你心裡面要 - 你說鬼聽到會害怕 - 把那東西拿出來給你嗎 - 那你心裡面要想什麼嗎 - 他說就是要講蒜頭蒜 - 然後想著你要找的東西 - 在喊洋蔥洋蔥洋蔥 - 但我確認這是不是 - 這是一個形象 - 我很怕是 - 你知道我們覺得上帝模式在整大家想要玩的遊戲 - 想要看大家在家講這些話 - 那我有一個小偏方 - 就是有時候 - 停車如果你找不到位置的時候 - 就是你即將開車到那個某個地方 - 你腦袋裡面你要念想 - 那個有停車位的那個 - 那是吸引力法則嗎 - 可是我跟你講真的很準 - 然後你心裡面要一直默念 - 像我自己就會念說 - 停車女神請坐下 - 停車女神請坐下 - 然後就是 - 然後停車女神就會在那個瞬間坐在我車上 - 他就會幫助我很快的找到停車位 - 真的啦 - 大家試試看 - 我們剛剛整段故事都不合理 - 從找虎爺開始還算比較有科學根據 - 聽誰找虎爺哪裡 - 虎爺至少是一個有人在拜的神 - 我們剛才分享蒜頭蒜頭 - 停車女神請坐下 - 還有洋蔥洋蔥洋蔥 - 洋蔥洋蔥我真的是第一次聽耶 - 而且村上熟爺真的很多人找到 - 然後他就說會嚇到會鬼證人發現 - 就在這裡面 - 因為我在房間常常 - 因為你知道之前不是動畫叫那個 - 借屋少女愛立體 - 然後因為我家常常會不見一些東西 - 是真的消失很久 - 對 - 然後我朋友就會跟我說 - 就是被借走了 - 然後他就叫我不要找 - 然後你不是聽起來覺得有點可怕很靈異耶 - 他就說就是可能有一個 - 有一個借屋少女或誰需要那個東西 - 跟妳開個玩笑 - 然後妳之後真的會再過每多久 - 過一陣子在家裡很顯眼的地方找到那個東西 - 會耶 - 而且妳要我刀片幹什麼 - 妳也有包裹是不是 - 不是啊 可是妳有家人啊 - 也許是家人拿走的啊 - 沒有嘛 就是房間裡的 - 可是也許有人偷偷進妳房間嗎 - 可是也許有人偷偷進妳房間嗎 - 沒有欸我裝監視器 - 哈哈哈 - 防到這個樣子 - 好 - 那我們這一集從複議案講到停車女神 - 還有蒜頭蒜頭蒜頭 - 因為上架的時候也許大家還在路上 - 還在街上在等結果 -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自己 - 那就不要衝動 - 然後多喝水 - 或者是該準備什麼東西就要準備什麼 - 行動電源啊 雨衣啊這些東西 - 然後累了就去 - 我覺得妳累了就去附近 - 去台北車站的附近 - 找個地方休息吃個東西都好 - 其實最近有一波病毒 - 我有看到有人好像是 - 也還是新冠 - 就要戴口罩 - 新冠的確診槽 - 最近蠻多人新冠 - 對 那如果你自己有點身體不舒服的話 - 就沒關係 我們可以鍵盤支持 - 嗯 - 還有什麼其他呼籲嗎 - 希望這集可以帶給大家 - 在我們都還不知道禮拜五會是什麼情況的時候 - 還是大家試著想一個那個啊 - 讓複議案順利的咒語 - 哈哈哈哈 - 對耶 - 好像可以耶 - 所以這一次 - 對我剛剛忘記問一個 - 所以複議案到底是應該要通過 - 還是不要通過 - 我們要支持 - 支持 - 支持行政院提出複議案 - 然後支持這個複議案通過 - 對 - 應該是通過 - 因為我們上一次是不希望三讀通過那個 - 擴權法 - 支持複議案通過 - 它就是會 - 再回到立法院去了 - 喔好 - 那我們就是要支持 - 應該說我們要支持 - 它複議成功 - 而不是 - 對複議成功 - 因為如果不成功 - 因為如果不成功 - 就立法院維持原決議 - 對 - 對 - 那要是要喊什麼 - 民主民主請出來 - 哈哈哈哈 - 好難 -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- 快要把我們搞到瘋掉了 - 雖我們講過很多次 - 但我真的覺得從 - 像我人生第一次 - 上屆市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- 2008年 - 到現在 - 我人生也是 - 我會覺得到底什麼時候 - 抵達我人生 - 當時幻想中那個 - 順順利利安安心心過生活 - 然後不用提心吊膽的狀態 - 對啊 -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- 可能還會再持續很久很久 - 所以 - 你會覺得當台灣真的很累嗎 - 我們常常看美劇 - 就是有很多無腦的高中片 - 他們玩那個TikTok - 玩得多開心 - 台灣的高中生 - 你看明天 - 或者今天 - 又要上街 - 當然會覺得很無力 - 可是我們是一個 - 給大家帶來愛與希望的節目 - 其實我必須說我們 - 什麼時候是這樣子定論 - 然後我必須說我們很犯賤 - 因為距離我們上次青鳥行動 - 大家上街 -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- 是 - 所以我們現在會一直抱怨說 - 覺得很煩什麼什麼的 - 可是我相信 - 當我們在禮拜五在街上 - 看到大家的時候 - 我們會覺得有大家正好 - 然後我們會有那個 - 心中的上街魂會跑回來 - 這是我們人生犯賤的地方 - 好 - 希望大家都跟我們一樣見 - 好 - 希望在 -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大家 - 然後上街注意安全 - 然後大家多喝水 - 如果有遇到衝突 - 因為今天國民黨也有借路權 - 所以不要有衝突 - 就是和平的相處 - 有遇到問題 - 手機拿出來錄影 - 大家行動電源帶著 - 大家在博外座之亂 - 應該都已經知道說 - 手機錄影有多重要 - 然後不要騷擾 - 上街抗議的人 - 這很重要 - 因為每次上街抗議 - 都會有一些女生 - 比較擔心自己會被偷拍 - 什麼什麼的 - 對 - 你說很漂亮的女生 - 對對對 - 就是不要去 - 好多事情要注意 - 好多事情要講喔 - 我們好像老年人在那邊 - 真的 - 我們是老年人了 - 然後到時候根本沒有這些事情 - 就是會先擔心 - 因為我們有看過這些事情的發生 - 很怕歷史重演 - 還有哪些事要注意 - 我如果有上街 - 我會覺得有人不能上街 - 那我想要分享那個 - 我看到的現在的路況 - 跟現在的狀況 - 然後我會拍空景 - 可是我都會盡量在大家 - 轉頭的那一瞬間拍 - 就是我會希望沒有任何一個臉 - 是被我拍出來的 - 因為我不能確定 - 每個人上街的理由 - 跟他怎麼跟身邊的朋友 - 家人說的 - 喔 - 就是盡量不要拍到 - 別人太清楚的臉 -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掰掰 -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- 祝大家一切順利 - 掰掰 - 希望大家有快樂的週末 - 掰掰 - 我剛剛說快樂的週末嗎 - 我有聽到 - 沒有剪不掉 - 因為那個 - 你搭話搭在那個 - 那我們重講一次 - 掰掰好不好 -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掰掰 - 我會把他當彩蛋 - 快樂的週末 - 快樂的週末 - 快樂的週末